中华民国113年2月6号 星期二 我们刚才听的是 大合唱 就是贺岁的推荐 大合唱 飞扬的青春 好 飞扬的青春 是民歌四九演唱会里面的一首 那民歌四九呢 是今年是倒数第二年了 因为明年是五十年 五十年的话就 你知道吗 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你今天直播也是 今年过年前的 最后一次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直播 跟我们这个民歌四九 是一样重要 请赶快抢票 请赶快大家现在来看 按赞小天后说 流量不够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 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方法 就是说到底我们要 如何增加我们的流量 你要讲什么 没有我是要讲说 我想说这个民歌 是你那个年代 那你有去听过吗 我觉得你很爱干 你上次还教我唱慕眠道勒 那是什么歌 而且你还教我唱擅长电影 你干嘛 把你妈妈那个年代的歌拿出来唱 你现在讲我怎么都听不太懂 是吗 那你唱一下陈晓云的那一首 哪一首 你不是每次都唱这首吗 你都不小心 你的歌 不小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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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年龄 你的歌里面的歌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曲续啊 你的曲续啊 我的歌单有一个歌 曲续 有一个曲组就是江泰听的 对不起 我有个头发跑到我这个前面 一直刺了我的鼻子 痒痒的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头发在哪 你看得到 好 这个局部专业 但是因为还是刺到我的鼻子 还是有胡子长到鼻子 还是你上次很冷的那个动作 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怎样 取暖 一下取暖 今天没有那么冷的 好 我们今天那个小天后呢 特别穿着了一个万纸千孔 就是说这么多的纸 有前纸 暗纸 粉纸 垫纸 但是你就穿了一个盒纸 我根本还没有去买紫色的衣服 我就找了我全屋的衣柜里面 最偏紫色的 今天穿来了 这个叫荷藻色 没有 刚刚范范有确认过 是紫色无误 因为我跟背景是一样的 真的吗 她说背景是紫色没错 一点点偏紫 我讲的很保守 就是有时候 就是说你刚跌倒的第一天的颜色 还没有那么发紫的颜色 就有一点点 雨雪色 这是有点芋头纸 没错吧 还是我眼睛有色吗 我觉得不只是眼睛 可以有点酒红是吗 好不要再讨论彩色了 不要再讨论彩色了 不要再讨论这个了 对我们今天又不是色彩学 好我们今天是新春 就是除夕前的小天后 你今天要跟大家先拜个早年吧 礼貌一点好吗 礼貌一点 你看垂机干嘛 你不会智慧用语吗 这里有几个不错 龙龙龙 你要讲一些心想话 心想事成好运都终来 吉祥富贵全家都平安 这个不错 打牌上桌 大家都赢 都是为着你 这个很需要给你们家 OK 都是为着你 有什么好吗 没有 就是都是为你好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快哦 一年又要过了 对啊 收入增加多少 好新年 还好还好 真的吗 对就跟去年差不多了 没有啊 你不一定告诉我说 你如果 如果那个 每年没有多增加多少 你就 不过年吧 哇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我今年不回去了 先讲一下那个 我们的预告 今天的预告 这么的评级 好 就这么几张照片 也没什么回响 真的吗 有啊 很多人在听啊 哪有 因为现在很多人 要赶车赶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 人家在听我们 你都没有戴耳机 你怎么知道 好 解释 好 来 先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今天今天讲的就是 基不可思吗 基不可思 一定要叫基不可思 我本来要定基不可思 然后合乡一二 隔墙有耳 算是隔墙有耳 有耳 对 对对对对 话说呢 或者是那个 一耳独享 就是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吧 是吗 差不多 两个礼拜前 那么久吗 对 大概两个礼拜前 最久没奉 encouraging 所以有天呢 谢谢大家听一个生意的小 prove 生意的小说 和五个雅 然后话说那个房子也真的很棒 因为在里面待蛮久了 那我那时候戴着耳机 然后我就想把它拿下来 然后再木 downs 欣赏这个房子的时候 然后后来呢 就是接着我再去下一个 这个案子看完之后 我接着要去别的区看物了 然后结果再去看 应该是说山上我要到山下来之后 我在山下的时候 我发现 快点可以吗 好了我发现我的耳机不见了 可是我 好重点来了 那我就想说我要回去找 可是因为我又有第三件要带看 所以我只好呢忍痛的 跟我同事说 你可以帮我去找吗 然后因为我还要下一件带看 那我就过去 好理论上他可以请同事说 你可以帮我带看吗 我要去找耳机 所以你只是一个程序错了 一念之间 对因为我想说这个客人感觉很诚意 我就去带了 结果超不诚意的 对所以你就错失了一个机会 机会懂吗 好然后呢 后来我同事有回去 我就说大概会是在哪个位置 然后他就回去 因为那个是一个算山上 应该我觉得进出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应该会找得到 那那一天又有点下着毛毛雨 然后反正呢 他就回去帮我看了之后 他就说他房子里面也找了 然后我停摩托车的周边也看了 他说都没有 那没有之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死了这个心 然后呢 因为我是用那个苹果手机 所以他可以搜寻寻找定位 然后呢 我这时候就把它打开之后 我看不到它的位置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 算了算了 就再买就好了 不要再一直新割在这里 好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11点多12点 然后我就想说 好 然后就死了这个心 然后没想到呢 中午11点 对中午11点 然后后来就一直过了下午之后 我就想说 我就熟就无聊 我就想说好 我帮我再看看寻找 我的鸡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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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对我就想说 我离他越来越近了 我就全程一直开着定位 结果呢 我骑到一半的时候呢 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怎麼他跑了 不見了 不是 耳機跑了 移動 其實最可怕的 最刺激的來了 這時候是白天 他發覺耳機移動了 6點多 其實快天黑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怎麼移動了 然後我就想說 移動了 我就不要往那個山上去 然後這時候呢 他就又跑到信義區的某個地方 他就一直走 他就走了 那表示什麼 表示有人 等一下回來 拿著他一起走了 帶著他走了 對 帶著他走了 所以有人真的剪刀 我們剛才回來就說 那個手機 耳機又開始移動 就表示有人剪到他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想說為什麼他移動了 那就代表有一個人拿走了嗎 也不是被踢走 因為他走到很遠的地方 不是被踢掉 但是其實我手機 能看得到他在跑到哪 我同事是跟我講說 代表那一個人 也是用蘋果手機 因為當他的這個耳機 或者你的AirTag 只要他靠近是蘋果手機的時候 他就會重新定位 會跑出來 哦 代表剪的人也是用iPhone 對對對 那也還對 然後好後來呢 這是共振嗎 可能他的那個 頻率相通嘛 就是會他 那要怎麼講啊 反正就是遇到一樣的 他就會有感應就對了 我們眼神對上 有感應了 好好好 我要吐了 然後後來呢 我就到第二站 因為他從山上跑到山下 第二站我就想說 欸 他跑了跑在這裡 而且都沒有在移位 這時候我就趕快摩車 趕快往中校東路騎 追著耳機跑 對 我就追著騎 然後那時候因為又是下班時機 我就有點心急 然後呢 後來我就到了那個 就是大概松信路那邊 這是第二站 然後我第二站後來 他定位一看 欸 怎麼是一個手機行 哦 這個很明顯 我就是心裡面想說 會不會這個人撿到 想說要變賣 還是他想用 還是怎麼樣 撿碼 我不知道啦 反正那個東西在那個定位 而且我也到了 我手機也到了 然後我就開始 因為如果我的耳機跟他 我的手機跟他很近 他就是會越來越知道你的 對 左耳不見 然後R 右耳來了 不是 你知道嗎 那時候最恐怖的是 你靠近那個人很近了 重點我以為我離他很近 我就在那個小地方 一直找的時候 欸 這個時候他又到下一個定位了 那趕快繼續追啊 對 所以我就追 那時候還天還微黑而已 幾近差不多快 然後後來這個時候呢 他跑到饒河夜市的某一個地方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很少去 雖然我每天經過路邊很長 可是我沒有到這個地方 哇 他這樣好遠喔 後來我就騎 我就在騎摩車趕快騎到這個地方 到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六點半了 黑了 然後 對 然後反正那個地方 我覺得有點神奇 算是我們松山區裡面 最像雲林的地方 對 我到最雲林了 我的天啊 沒有 就是 我今天為什麼要在 沒有 跟正跟正應該是說 怎麼會有一個地方 就是有頭角處 然後又有草 你知道嗎 然後不是柏油路 不是柏油路 就很多路邊有那個草 然後鐵線鐵欄杆 然後頭角處這樣子 然後就很像有點荒廢的地方 廢墟 然後那個時候我已經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真的離我的耳機非常非常的近 我的手機 手機也到了 右耳也來了 接著我要跟左耳配 接著它會感覺到震動耶 然後因為手機可以按呼叫 對 我就一直按的時候 為什麼都一直聽不到聲音 因為第一太吵 第二就是那時候又下雨了 我就想說啊 算了可能真的 又有雨聲 又有人聲 又有機車聲 如果那時候是很天黑 像你最後一站的那時候 你就會聽得到 最後一站的時空 你就會聽得到 可是沒想到最後一站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好吧 然後這時候想說 我已經到第三站了 然後這時候我那個同事跟我講 算了你就放棄啊 本來現在就 再買一個嗎 再買一額或者是一對 大概兩千多塊五千塊 可以處理的事 講這句話 你就是不了解你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不是 你知道我心有不甘事說 你已經知道他在哪裡了 那難道你要放棄嗎 有時候不是錢的問題你知道 大家知道他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客戶了 OK 你今天就是因為以為你今天下一組帶的是一個很有望的客戶 所以你才先放棄了 第一時間可以找到兇 不是找不到找兇手 第一時間可以找到幾不可思的那個機會 你失去了 對其實算是 後來 我問了一個不該問的 我說那沒關係 那客戶成交佣金可以補回來 結果殊不知 但是你怎麼沒問說 那為什麼我那一天下午沒有先去找 你不是在跟他帶看嗎 沒有 帶看完後來下午我有一個空檔的時間 有機會可以去 可是後來因為我帶看那個客戶 你很累然後你睡午覺 對我好累 我想你知道 你又在睡午覺了 我真的太累了 我沒辦法去找 你就一覺閩恩仇 然後後來呢 我想說在老河夜市那邊 繞了幾圈 其實那個地方我覺得有點恐怖 我有點困了 反正 你現在也有點困 後來呢 然後不見了 這時候就真的要放棄 放棄之後我就去 消失了對不對 沒有他就一樣是在那個位置 沒有消失 那為什麼我聽不到 因為他是有大樓 然後也有矮房子 然後又下雨 那其實他可以定位在哪裡 可是他不能定位說他在幾樓 我懂了 對 所以你也找不到 這時候是一個距離差 如果他是在地上 那我可能可以 後來呢 後來想說航班就算了 算了之後就開始 就差不多準備要下班 然後結果 無聊的時候八點鐘 我又手又滑 尋找 跑到哪裡你知道 跑到永吉路了 一個燒烤店前面 然後我就覺得 那又離我很近 對 又很近嘛 然後我就想說 再追嘛 再繼續追過去 然後這時候八點半 然後呢 那個學妹就 她就說 那就趕快議題去 我們就議題去了 其實我不是要找耳機了 我是要看是誰 對 我就是有這種 就是柯南跟小蘭 OK好 我就是要看是誰 我想說 那他可能在那邊吃飯 想說趕快去 對 他還在口袋嘛 他的雞還在口袋 而且我覺得那個地方看起來就是在吃東西嘛 餓了啊 他被你追的也餓了 要嘛他去看中醫啦 隔壁是中醫 要嘛他在吃燒烤 然後後來我就過去的時候呢 然後我就開始手機 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然後這時候我就又按尋找呼叫 然後可能那個人口袋一直覺得很吵吧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我離他很近 後來我也在一棵樹那邊晃啊晃 看是不是真的在樹的旁邊 結果沒有 這時候呢他又跑到哪你知道嗎 又跑了 這時候又定位 他看你快來了 他又跑了 因為他也看得到你 他看不到我 他看不到我 但是他知道有人在chat 因為我有讓耳機有發出聲音 代表有人在找他 對 而且我覺得你的耳機已經快沒電了 這個時候很可怕 真的 他有一個黃金旗 確實 後來呢 這時候九點多 我就最後一站就是在那個南港 然後在一個軍營的附近 後來就去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說真的 我也很少到那裡 然後 南港 雨已經停了 可是呢 就晚上九點多 然後大家都很滿安靜 最終在 我就開始在那個地方一直找 那我就一直覺得 我已經離他好近了 可是我也按呼叫 可是為什麼我都一直聽不到他的聲音 然後 最後呢 因為那個房子跟 右邊有一道牆 大概有兩層樓 其實就是軍營 軍民有分 就是軍營了 然後呢 這時候我想說啊軍營 想說 可能就在軍營裡面 就想說算了 一度誤會是軍人 後來我覺得不可能 我就問江泰說 在軍營 你覺得 我要不要進去找 好 待會回來 要不要 一定要留一個 我們希望豐友們的 不要覺得說這一集呢 那個機不可思 OK 何強有耳很無聊 因為這其實牽涉到一些價值觀的問題 還有人與人 人與雞之間的緊密的相連 就是當你要失去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到至少你盡力了 對吧 你有努力找 對我有努力就是把這個東西 對 不見東西找回來 可是 而不是這樣子就隨便 可是最後人家還是分手啦 你還是被分手啦 就算你這麼的努力 其實不好 好啦 最後就是 反正呢 真的找在那個地方 軍營 然後也試著在樓下喊說 有沒有人撿套兒機 喊了好幾聲 沒有人理我們 好那但是 但是這一趴引起了我的興趣了 就是他掉在某個地方 後來呢我就 因為我有傳給江泰說 我正在找這個東西 然後我說最後可能是在軍營 利 然後呢 我說不可能是軍人 然後他就說怎麼可能是 對對對 怎麼可能國軍 國軍不可能一個下午跑這麼多地方 對對對 而且蠻奇怪的地方 後來我就想說是無人機 但是我覺得後面我們這一段都不能講 是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機密的東西 反正最後呢 就是掉在應該就是在 所以我們放棄了 營區裡面 最後我們就是放棄了 對對對 但是我們也同時知道 軍人保衛國家真的很辛苦 因為那天 等於晚上後來 我們還會去改開車 然後這個軍營資大 資大的 太大了 而且他 他就算這麼大 可是在所有軍營裡面 他的比例是很小的 你有去過別的軍營嗎 我當然有去過 我去過金門 你不要忘了 整個軍門都是軍營 OK 但我覺得晚上 感覺那個營區 有點涼涼的 你有沒有覺得 很涼 不是 而且在外面看 其實蔣公就站在正前方 有發現嗎 我覺得你只要 差不多要到軍營的那個附近 對不對 有一種 嚴禁 有點森嚴的感覺 森嚴的感覺 對 而且是 還是因為那天天氣冷 沒有你會突然間覺得 你好像登山到一個地方 然後你突然間覺得 只是你一個人 都沒有人的 那種感覺 都沒有人了 是因為他圍牆很高嗎 就有點戒備森嚴 我覺得他就是有點像是 還是人氣不夠 綠色的紫禁城 你去過紫禁城嗎 你沒去過嗎 我還沒去過 你真的沒去過 是的對不起 我只去過廈門 對 廈門還只進門就出來了 還沒有到門裡咧 還沒下去 你只到門口 好 那我就沒有辦法跟你講紫禁城了 好 這個就是 我們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耳機 但是我們只好說 你失去一機一定會得到三機 你只能這樣子想啊 後來果然嘛 摸彩 摸到三個大甲 對 真的 真的耶 有時候就是 你不該失去的 你不該失去的 你還是會回來 會回來 對 那撿到你那一機的其實也沒有用 但是我現在看 他一直 你還在 我偶爾會看一下 會不會有點奇蹟出現 你要不要給他立個杯 但是 你剛才立一個紀念杯算了 可是他 本人的耳機在此失蹤 沒有 他這個耳機 你可以寫你不見左耳 然後留一個電話 所以我不曉得說 會不會有哪一天 真的有一個人真的撿到充電 然後 因為有你的耳聞啊 有我的DNA在上面 是嗎 不是 你這個就有立個杯 OK 笑容滿面 從耳不聞 會不會十年後 然後就是有點像那個時空膠囊 對 突然聽到了 他響了 有一個是 有啊 人家不是說手機掉到海底 三年後 就算海水怎麼侵蝕怎麼飄回來 他竟然還可以 還會想 那是因為那個人 他有潛水袋 他有用一個夾電袋 他保護了 對他有一個夾電袋保著 厲害的是那個塑膠 沒有啊 人家是說那個啊 有一個箱子啊 不是沉到海裡面 跟鐵拿尼號下去 那個箱子 不是人家說 打開來裡面 那個才厲害 所以其實今天大家看我們直播 都不是我們兩個厲害 是厲害這個電台 OK 照懂 照懂 新年快樂 I like ready 好啦 那那個 103.3 你該唱英文嗎 Of course 聽不出來嗎 我真的完全 我英文有這麼差嗎 我們現在要講好話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 我們一定要 今年真的要講好話 是你自己要好好講好話 因為我前幾天 一直在深刻的反省 終於 終於 就是說為什麼 有時候 有時候 比方說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自己常常檢討 就是你是不是今天講話 有時候 脫口而出了 不該講的話 脫口的 那你是不是 你沒有什麼故意的意思 可是你就是脫口而出 講了一個語氣不對的事情 那是不是代表你有遇到一個 可能也很優秀的人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他處理得很好 不是我只是對你這樣子 所以 你叫做我唱為什麼 趕快寫出來 我只是 就是說 為什麼會不自覺的 就自大的進來 這可能 沒有這可能跟那個 可能真的是對的 心寬那個蹄膀 心就大 大家會變得口氣 很大 我剛剛發音又不對了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I like 字嗎 是嗎 心 胖 胖 心寬體盤 喔 真的啊 好沒關係 不是胖嗎 心寬體盤 體胖吧 胖 可是那些 播音字要念胖 或者是他剛念的盤 他是念盤 可是我記得是 小天堂竟然教我破音 你可真 心寬體盤 真的 送你一罐蠟油 送你一罐蠟油 像蜂蜜的蠟油 請不要夾吐司 對這個真的就是要檢討 好 那你要跟現在那個蜂油 還有啊 那你可以跟很多來賓檢討 我已經講說我要檢討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講 你到底我們不是有彩排嗎 我已經cue你了 你竟然沒有接招 你就要講啊 接著講 害我亂講 不是你要唱會嗎 是你家要唱會 你家跟所有的那個粉絲唱會 好 OK 因為小天后呢 就是很不懂事 就是他曾交了他的客戶 他的客戶呢 就送了他很貴的水果 很貴的水果 他就一直拍給我看 拍給我看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都沒吃到這個 不是 為什麼 我都陪你去軍營 找你那個木耳了 木耳區一記 你竟然那麼多水果拍 一直拍 那你都沒有聽到關鍵嗎 都是客人發自內心送我 那你 不是也想送我 你想送我什麼 我是要拍這麼多種給你看說 那你其他的不要再送嗎 就是說 這幾個水果我已經有了 我就送你拔蠟 你都看不出來這個 我知道房仲不能收拔蠟 不能啊 真的嗎 對對對 你會接到很多拔蠟客 對啊 所以房仲不能送拔蠟 沒有 有一陣子拔蠟一斤也快要一百多塊兩百塊 還是拔蠟客 所以我就是要買三顆拔蠟送給你 那如果榴槤客算好嗎 很好 榴槤望返他會一直來不買 喔齁 對 榴槤也不行 對啊 對啊 真的欸 好啦好啦 有啦 所以就是 他就一直在你的櫥窗流連啊 他就不下單有什麼用 不過你這樣講也是很有效的 因為人家只送我六顆 然後我現在就拿兩顆來給他 我只剩四顆 沒有我就覺得說 好這個無聊的那個 雞不可思 你不能用這個故事作為年終的押注 沒有沒有沒有 這時候在講那個 就是昨天 客戶 昨天我們抽獎 啊抽到的 對 他因為掉了一個耳機 卻中了三機 其實我通常就是 從來這個公司快二十年 只有第一年抽到一台微波爐 之後呢 只抽過兩次 就是一千塊的禮券 然後就再也沒有什麼大獎 只能說你們公司獎項真少 真的啊 獎項還真少欸 真的我也覺得有點少 然後呢 昨天就是小尾牙 然後我自己可以拿到的那個券 其實沒有到那麼多 那我自己也沒有覺得說 可能會中 欸沒想到就開始在抽的時候 丟幾張中幾張 我應該是 我們有分黃色跟紅色 紅色是比較高級的 資深的 然後黃色是 就是比較一般的禮物啦 反正我加起來的話 大概差不多不到十張 八九張吧 第一名那一個人有 應該有二三十張 那個卷是看獎金給的 沒有那個卷是看你平常的業績 績效然後去累積的 對 所以每個人就都可能都有 可是張數不同 就是家獎跟小公大公 其實我的張數有點少 但中獎率我覺得自己 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第一開始就抽到一個 一千塊的那個 禮券 然後我就拍給江泰看 也沒有給我 好再來 也沒有給我嘛 你就也要給你 什麼都要給你 沒有我都沒要啊 好接著 好 然後還蠻大的現場啦 後來我看了一下 是一台那個 乾衣 夏普的那個 除濕機 除濕乾衣機 然後 因為我 昨天也真的很忙 然後 就都別人幫我查 後來幫我查 那一台那個除濕機 還蠻貴的 對 超越了那個耳機 對 的價格 我那時候想說 你一個耳機掉 你就算再補一耳 也不要多少錢 就殊不知你本來也掉了 他本來前一年掉了左耳 現在掉了右耳 剛好湊一堆 但是不同機型 不同機型 我跟你講 所以我襪子都買同款 因為襪子跟耳機一樣 都會自己不見了 他也不會回來了 那你只要都買同款 有時候你掉右腳 的時候掉左腳 都可以湊整一堆 都可以湊 這個就是好方法 所以耳機也是要買同款 沒有 芳芳感覺好像 小孩的襪子都一樣的 小孩襪子也是都一樣嗎 都不一樣 在挖苦鬧 對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真的 就是手套啊 我手套也會常掉 所以手套襪子 只要四隻用的 一定都要同款 不過有一些人有強迫症 就是如果他真的少一個 他會很不舒服 他會趕快立刻去買一個回來 我是想撿的 因為我曾經 還是就在你家 我一定要補一個 你是不是有在當兵 等一下 我要補一個三四秒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曾經在美農的時候 我掉了那個 我就一直找一找 怎麼找都找不到 然後滿地的都是白白的 我都以為是 我就一直停一直停 後來都是菸蒂 我就很生氣 因為也是一樣的長 那個尾巴 那年的耳機還有尾巴 比較長的 比較長的 所以我就一直找到菸蒂 我就想說算了 我不要再找菸蒂了 撿不完 結果 你一模一樣 我中獎卷 真的喔 那你怎麼沒有分我 我還忘記零 我還忘記零 過了1月1號 這麼大氣 真的還好不是頭獎 好啦你那個獎品 不過我之前也調過三次耳機 可是我都有找回來 對啊 那一年你業績一定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時間很多 對 還可以找回來 就抽到那個以後 你就轉賣了 沒獎 哎呦 轉賣真的 欸 所以很多人都會注意 誰抽到什麼獎 而且誰缺什麼 就是你自己 然後你想要什麼 然後誰抽到 你會問那個人 這個就是這樣子 你都會覺得說奇怪 股票這麼貴誰買 對不對 你賣掉 就是有人買 你這個轉賣 我那時候一看到 這種邏輯 你怎麼可以接到股票 我這一定要接 為什麼我知道我想說 你怎麼賣那麼貴 你就接了什麼 你真的賣那麼貴 我賣什麼東西你接了 哈哈哈哈 是嗎 對 有時候小天后賣了一張什麼東西 或者我賣一張什麼 他就接了 我說你是不是賣 你就偷偷接吧 你是不是看到我賣一張 你就接一張 為什麼你還賣你同事那麼貴 有嗎 很貴喔 真的嗎 我舉個例子 好好好 那現在來講好了 我們來做一個試調 平平禮 這都同事好友喔 然後同事缺一台機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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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學妹 她就傳簡訊給我說 欸學姐你那個 你要賣多少錢 會想要轉賣嗎 好 她就調查啦 市價大概就六千四 也是別人查的 對六千四 我就上那個購物網 然後一模一樣的 然後她原價是六千九百多 然後特價就是六千四百 六千四喔 特價喔 這是有發票喔 六四差三 喔對這個也會有發票 而且刷卡可以退三趴喔 後來我就想說奇怪 如果是有發票退三趴 她沒有很便宜買到啊 我根本沒有想到說三趴的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 我當時就心裡想說 那我先出一個假 看她怎麼說 後來我就說 好六千這個數字蠻吉利的 她真的是A買 都搖頭 八折 對 基本牌 所以我學妹為了八折呢 我押品就是八折賣 對 妳竟然賣那麼貴 後來那個別店的學妹 她就跟我講說 好成交耶 那她只有要求一件事情 她就說可不可以宅配到家 可以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還要宅配 然後還好她家就在離我們公司很近 會不會就是她撿到耳機 想要來還債的 但我最後有送她一個很棒的禮物 因為她很喜歡我們店有一個小學弟 然後我就叫那個學弟送去她家 給她弟子就給她弟子了 那妳送給學弟什麼禮物呢 學弟有喜歡他嗎 沒有啊 那妳這樣害人啊 不會啊 她看到她就開心啊 只開心一下子 開心五分鐘啊 開心很重要 很多人不開心 對 這是我們的壓軸這段來了 果然來了 很多人是有錢也不開心 我最近很深深深深的體會 那妳應該沒有錢啊 因為妳每天都很開心 就是沒錢妳也至少要開心 窮開心啊 妳不就是常窮開心 我們一定要講是為什麼一定要開心 因為人家說每天要發自內心的大笑一次 妳就 妳可以少吃A到Z的維他命 可是一定要發自內心不是假笑喔 不是說哈哈 這樣子 妳好假 我從來不會這樣一笑 我取笑別人的時候會這樣 對不起我今天要講好話 妳又大氣了 我又大氣了 妳氣大了 口氣又大了 長嘴 我來打 我覺得妳打我會很多人大笑 真的假的 妳打 我們不鼓勵暴力 對 而且我絕不打人的臉 可以打打情罵俏可以 妳又想要看 我又要吐了 還好還沒吃 妳為什麼 好我們今天的尾牙呢 就是說要給各位拜一個小小 不是 我們今天 等一下你要請客喔 我來定位啦 我們今天 翻翻等一下一起去 我們今天沒有尾牙贈品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讓大家在 在大家那個龍年 OK 笑容滿面的時候 我們要讓大家發自內心的 真誠的大笑 每天 不能只看我們重播 現在聽有抽獎的意思嗎 沒有 最後 妳叫大家看我們最後 他不是笑是吐 那怎麼辦 或瘴氣 打不出格 很難過耶 所以妳要推薦 妳看什麼會大笑 看什麼 最近 我最近 如果我是幾的話 我有幾個那個 不是FB 狗狗 我們還沒講我們去吃飯什麼 狗狗 反正我有加一些 毛小孩 對 群組 然後他們那個主人 每天都會PO 牠跟牠的狗 對話 然後我follow這幾隻狗 都是會講話的 對啦 而且有時候會講髒話 沒有啊 有很多寵物會講髒話 我看的那個是沒有的 是嗎 是很單純的 然後我發現這兩隻狗 都是高雄的 而且有一隻 我本來上去高雄 有狗鷹 對 有一隻呢 這隻狗 然後我本來上去高雄 然後去找牠 我跟你講 而且這隻狗 牠只愛紅 牠會看錢的 喔牠只愛紅色 對 那我下次就想說 我要一個紅包在裡面 然後跟一個 現金的錢 看牠挑哪一個 好 很可愛 反正看了我就會開心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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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妳尾牙三個贈品對不對 一個是牙刷嘛 一個是 李卷 李卷呢 李卷 李卷就是在我公司 我的外套裡面 李卷你也可以八折賣掉 李卷八折賣掉 對啊 賣你啊 賣你啊 不過那家我不喜歡 好再來就是 妳看的是 過全年的 喔那個一定要給我 哈哈哈哈 你現在那個笑的 你會笑的就是寵物的對不對 我看對我會開心 我會覺得 會大笑的 會笑 我跟你講我現在訂了超多的 因為真的太 我覺得那個外面的世界很寬廣欸 就是當你訂閱了一個某一個國家 其他國家好笑的也都會送過來給你 所以我我確定就是說 你當你看的是好笑的頻道 是會感染的 因為 因為偉大的 其他的那些平台就會一直推給你 推給你各種好笑的東西 但你最近沒有貼什麼好笑給我啊 我最近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呆化西游 因為造福了很多人以後 他現在就出了一個呆化蛇仙 白樹枝 那個我覺得很好笑 我都還沒講完我就開始笑了 就是他們兩個現在要下山找恩公了 這一段真的白樹枝 而且他們畫得很胖不是嗎 兩個豬耳蟲嘛 就是所以我覺得呆化西游超級的好笑 我覺得真的要鼓勵大家看 而且很短很短 而且他就算你在重看對不對 還是很好笑 有了有幾個是真的還蠻好笑的啦 還有毛小孩真的會讓你大笑 還有一點就是看人家跌倒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 本來要很漂亮的跳水 不要 你有幾張照片 你有幾張照片我看的我都很想笑 好 我們去吃什麼啦 人家要看啦 喔照片 那個我們有PO啦 欸為什麼說什麼樓上要清潔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欸 那家有什麼意思 是嗎 真的嗎 二樓的那個看起來東西比較多 哪一邊的二樓 我們去 就是店的那個扛棒的上面 喔 貓咪走過去的那個 喔 那個是狗吧 不是貓咪啊 有隻貓咪啦 狗哪會在二樓好恐怖喔 喔你說那個喔 那個只是我昨天去帶看的時候看到那隻狗狗 對看到的狗 我們不是在那裡吃 我們不是吃那個欸 對 怎麼可能我們 對我們吃素欸 那個只是我是拍到那隻狗啦 好好好要講說 我們今天去吃的那個店長 喔 沒有我們拍的那一家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沒有我舉個例子 有時候 我們吃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突然會說 欸你們店長呢請你們店長過來 好大口氣 好大口氣 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這樣講是錯會 對我們就說請 對那是狗不是貓 我們就說請你店長過來一下 結果他真的過來了 他怎麼會知道 他真的敢過來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我們是要問他說 你記得我們兩個嗎 我們上次有優惠圈 其實我們是要跟他講這個 可是他過來那個態度 讓人家覺得 以為我們兩個要找茬 因為很少人會說去你們店長過來一下 有一點有一點 有一點對不對 沒有啦應該還好再講 因為我們吃的這一間是一個素食的 算是類似熱炒 傳菜熱炒店 從台中上來開的 對在小巨蛋附近 那因為他那一間店呢就是 就是之前都有發就是一個優惠卡嘛 等於你消費的話就用那個卡可以打八折 對因為他單價不便宜 因為那一天我們其實本來是要去另外一間店 那臨時那一間店沒看 我們就改 就用要請江泰吃 後來我們就去約這一間店 然後就立刻來吃的時候 結果吃完到一半發現 啊忘記帶卡 因為我看了一下賬單 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吃了三千多塊 然後我有點嚇到 兩個人喔 他有點不想請了 是你請我嗎 不是啊 那我請你吃啊 然後我就說我們不是有八折卡 對然後想說啊沒帶 然後想說啊不來問店長看看可不可以 而且我們兩個通常我們會去問店長 但是我們兩個竟然一口同聲說 叫你們店長過來 後來我就發覺 其實好大的口氣是從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的 對你 我 不是為什麼我們兩個就說叫你們店長過來 我們是用這種語氣嗎 好像是我們到餐廳找茶你知道嗎 我們是用這種語氣嗎 我說可以請你們店長來一下嗎 是這樣吧 有嗎 如果是我一定這樣講啊 我好像是說叫你們店長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是那種奧客對不對 結果我們只是要來跟他套一個交情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打個折 打個折 沒有因為那個店長認識我們兩個 然後所以我們就想說可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忘記帶卡 可不可以給我們通融一下 是是是 果然台中上來的就充滿 果然大店長果然就是店長 充滿人情味 立刻給我們兩個一人再 淘起張 而且我們說店長那我們記他 他說今天的沒有問題就是巴折 我說你記得我們兩個嗎 結果他就說當然記得 他還說他有聽耶 對 沒有他可能FB你逼他按讚 我逼他按讚 三不五時會跳出來這樣子 我們好像逼他按讚 好可憐喔 然後他就拼命滑走 後來我們好像問他說 那我們兩個最近一起講什麼 他講不出來 是喔你為什麼要這樣逼人家 我是說如果你講得出來 我們就不用打折 如果你講不出來就六折 不過那一餐我們兩個吃了 大概四人份吧 重點要吃光了 還沒講完吃光 是你很會吃還是我 不是我 因為我要必須趕快動口 因為你吃很快 拜託喔 下次直接我們來直播看到你 誰吃比較快好不好 沒有他真的吃很快 你沒有我覺得我一直看你吃 我覺得你為什麼一直超前 我沒有啊 有 我每次跟你出去吃東西 你都吃很快 最好是 最好是欸真的啊 有一次我永遠記得 在北埔的時候 我才出去買個飲料 我回來一盤苦瓜沒了 我說你怎麼吃這麼快 你就出去 我就等你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警惕了 我就非常非常的警惕 我就知道我說我現在吃東西 我就要專心 你不要一直跟我講話 因為你會一直一直假裝 讓人家跟你講話 你就一直吃一直吃 會不會就從那時候 我們只要出去 我們都點很多 沒有嘛 起碼你只要知道 誰用門趕俊多 我現在很少是你多了喔 我已經清掉很多了 你怎麼知道 不然是燕啊 沒有下次直播吹氣 看你是紫色還是成紅 他那個要一個禮拜欸 他那個好像要一個禮拜 你的不用 你一吹就滿格 對啊 所以是誰的胃不好 你吧 好 對不對 好祝豐友 新年快樂 小朋友粉絲們好 心想事成